4月2日,大冬又不停 那天落地酒店,这次大楼的条子严重受赏 四处去现场检查,直接打电红桌,决定要踢渡 暗过四周边四十多的车都全部要方楼 日出先踢渡后置到短点,日备开始吞头 踢渡更停,最后就要用两星期的时间 那预计快的话,我们大概是后天会开始进场来拆除 大概预计差不多要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今天下午已经先行停课 那这两天可能都会回到我们的本校去上课 那这边的原则上就不会有学生 但是物品就不会去做一个净空 突然影响到在附近的面对国小的土地所 市场阻挡过程,让孩子暂时先该去生活上课 另外副开饭店抢渡的工作 也加快速到来抢渡的外区,哪拢水哪抢 在附近自分滑渡最后要买问的 买包爱的业借才快要开始在冠军 四处的冠军警官不可以刺激 但是当起来,竟然没要做生意 在冠军警官已经卡住了一个月、两个月了 订单都出不去 前几天都进不来对不对 前几天没办法进来 今天我们跟政府他们说,他们说OK 在冠军警官已经有递递的检查 花莲也开始一步一步 照起工,打拼中间 毕业新闻,花莲报道 好